剧团介绍 小茶壶儿童剧团 各位同学 你曾经看过或欣赏过什么样的表演艺术呢? 是戏剧 舞台剧 野台戏 还是音乐演奏 歌唱或各种形式的舞蹈演出呢? 其实在这个日益讲求精致与包装的年代 我们能欣赏到的表演艺术 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和范畴了 而这正是表演艺术迷人的地方 在表演艺术当中 戏剧是最广为人知的一项 到了今天 剧场的形式已变化多端了 但是无论如何变化 它还是结合了肢体动作 表情语言 音乐 舞蹈 布景 服装 灯光设计等等 这些都是剧场演出不可或缺的艺术元素哦 所以说 戏剧不是单一创作者的作品 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 小超好这种剧团呢 因为成立已经七年多了 所以在分工方面呢 它已经有比较固定的一个模式 像谁来导演呢 可能我们事先要找到 他对声音之体 还有走位都非常了解的一个人 那谁来做布景呢 那也是需要 他对舞台设计 有一个深入过想的一个人 甚至是服装 尤其是服装呢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一出戏 它并不是只有说 很单纯的 哦 我是中国式的服装 西洋式的服装 甚至有些 我们还加上一些布偶 像我们有时候还加上皮影 那这些种种的 都需要服装设计的去帮忙 甚至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音响 音效也很重要 甚至背景音乐也非常的重要 那都需要好多好多的这种人才 它来加入这样子的剧团的一个分工 所以呢 剧团看起来 只有一个亮丽的一个演出 没什么 可是实际上在这个背后 有很多人的付出和努力 布景 服装 道具 音响 甚至整体的这个排练 那都需要好多好多的能力和付出 可是行政方面呢 这也需要 因为系统是要走出去的嘛 我们也是要到文化中心去表演嘛 总不能说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啊 所以我们有几个方面 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计划书 送到各文化中心去 也要准备一些海报 宣传单 甚至要安排一些售票 还要联络演出的时间地点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 甚至 这还算是前期的 可是等到快要接近演出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要做的一些工作 要拜访 还要安排到 像说国小或者幼稚园去宣传 甚至还要记者会 这差不多前置的周夜 都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可是到那一天演出的时候 我们要安排 道具车 还要交通车 甚至还要住的 还要吃的 都一定要安排 前一天我们要先去装台 等到当天 我们的演员全部来了以后 我们才有一出非常完美的戏 才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这就是我们在艺术方面 在行政方面 所做的互相的一个配合 然后才能够有一出 让小朋友看起来 不会说 他觉得说没什么 可是我们却在背后 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心力 小超儿童剧团 这几年来 除了在戏剧的这种制作方面 不断的努力以外 其实最主要的心力 常常也发挥在 办理种子教师的演习 还有儿童戏剧的演习 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希望把戏剧教学 带入到我们的学校中 带入到我们的社区中 让戏剧在我们的学校 在我们的设计 能够深耕 这是小杂和活动剧团 对未来最大的期望 对戏剧的制作 我们自己可以努力 可是对戏剧整体的教学 我们却需要大家共同的合作 也是我们希望这个戏剧 能够在整个的社会上 能够发扬光大 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望 蔡团长告诉我们一出完美的戏剧 要能呈现在观众面前 是要靠许多不同的专业人员 分工合作才能完成的 高大的布景和多样的道具 是整个舞台令人眼睛一亮的地方 这需要透过许多人通力合作 才能布置完成 另外灯光师正在架设 五颜六色的灯管 要给整出戏最棒的气氛 当然音效的呈现 也是不能忽略的地方 演出前最后的彩排工作 是绝对不能省略的过程 演员们对戏只为今夜完美的演出 现在我们来到后台 难得一见的是 演员们正在着装和化妆的景象 而演员正是赋予这出戏 生命的灵魂人物 那我们到演艺厅前瞧一瞧 文轩和负责票务的行政人员 也正在服务前来观赏的群众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小茶壶儿童剧团 在2003年的年度大戏 大野狼啊呜啊呜的剧场演出中 是如何将戏剧 呈现在众人眼前的 各位小朋友 现在我教你们练咒语 我练一句 你们就跟着我练一句 哈利哈利 哈利哈利 马里马里 马里马里 哈里哈利 哈里ynthesis 面小猪 面小猪 哈哈哈哈 哈利伯伯 我要去找杨妹妹他们 还有那支肯德记 他们啦 已经认不出来我是谁了 我要去找它了 哈利伯伯这支 oric יש GuillWow 国王 国王 我 我 兄弟兄弟 我想 碎死了 碎死了 大 大 大 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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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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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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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沒了